… 怎麼說幾句多謝的話 在場很多傳媒朋友 我知道大家都很辛苦 真的,在這裡不止三日三夜 我自己在這裏三天,兩夜 但你們是不止了,你們其實在這裏守了很長時間 很關心我們的情況 首先,我真是多謝新聞界傳媒的朋友 這麼辛苦,每天早到晚上都在這裏等我們的消息 也都是祝福我們 首先,真是多謝各位這麼辛苦 第二,我也想趁這個機會 多謝一下我們身邊的朋友 因為這幾天,我們本來都希望可以低調去處理這件事 但大家都比較關注我和晶晶今次生嬰兒的事情 也收到,我昨天都發了微博 收到很多朋友,不止香港 還有外地很多朋友的祝福 甚至是禮物,鮮花等等 剛才我秘書都說我的辦公室都差不多變了貨倉 因為有很多事情 這時間,所有事情都發生都比較快 很快 我之後就承諾一一,會 復發大家朋友的祝福和朋友的禮物 我們真的非常感謝 對我們的祝福和關心 當然我要提一提就是家人 這次家人其實真的很開心 無論是媽媽、公公、父母、精神的父母 都是及時趕過來醫院 因為未生之前其實大家都很緊張 據我了解,我們兩家人 霍家和郭聖閣的國家都沒有什麼國家 一直都在聽我們的電話 最新的更新等等 真的為這件事大家都很緊張 出生之後 亦都是得到我們父母 亦都是精神的父母 都悉心的照顧 因為我自己一個 可能未學會照顧寶寶 亦都可能照顧都不收到 有他們在身邊 這個確實都是比較感激 尤其是提一提 真是媽媽、我媽媽和公公 可以說真是四代同堂 有這個機會可以 第四代的誕生 對他們來說 肯定是特別高興的 我想全家人 無論是我們兩家人 大家都是非常高興 因為可以這樣說 是榮升了一級 榮升了一倍 大家 我弟弟都做叔叔 所以 所以 大家都非常高興 亦都是多了的責任 和責任 在這裏抱一抱 我媽媽那天抓我弟弟 你想一想 你下一步 怎樣要計劃一下 所以總體來說 我的家人 全部人都非常開心 在這裏 想和大家說說 因為 寶寶都非常健康 精神都非常健康 大家都非常欣慰 所以這件是 一個很開心的事 都特別想在這裏看一看 簡單講講 嬰兒的情況 之前我發的一個短訊裏 都看到 嬰兒其實是 8月27號的青山出生 非常早的時份 有7.3磅 牆有50cm 之前醫生跟我們說 醫生說 我猜你的嬰兒應該不是很大 有7.4磅 其實是出乎我們醫療之外 因為她後來生了出來 看到 原來是頭比較小 身比較大 健健康康 最重要是健康 有7.4磅的嬰兒 我們都是非常高興 因為這幾天還要做些例行檢查 我之前都不知道 原來嬰兒出生 要做這麼多不同的檢查 還不是一至各做 要分開幾天做 可能嬰兒就會留在醫院多 一兩天時間 就要繼續做不同的檢查 剛才今早才見完醫生 要做聽力檢查等等 一系列的不同的測試 應該會在醫院多一兩天去休息 不能說觀察的去做檢查 大家嬰兒非常健康 大家都很欣慰 可能你們應該下一個問題 都會問到像誰 其實我們一會兒就會發想給大家 這些像誰的事 見仁見智 可能你們去看 沒了